假如我希望能够把这个地方合并回来的话 放的话呢 我要怎么把把这边的资料本来是四栏了 OK 然后又要把它合并到回这个单栏 那理论上是这边放到这里 这边放到它下面 这边再往下放 诶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当然 如果假如说你用那个Excel里面的公式 Excel里面函数的话 其实是也是可以用什么 用那个 这个应该是用index 也OK 只是说你的index就会变得比较复杂 为什么?范围是固定在这个范围 我要抓到这个范围 第几列呢 通常你会发现列的话 这个 第一次的话是第一列 的第一栏 这个应该没错 可是第二个资料的话呢 变成第二 第二 往下拉的时候呢 那这个地方变成要夹1 变成说它变成 不,跟上一下 列应该同一列 蓝要跳 所以哦 变成说哦 你要向右一个变成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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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这个都1 4个1 这个的话变成1234 1234 所以哦 假如说你要解决这个RAW跟Column的这个问题的话 那其实是会很麻烦的 变成你要怎么样得到1,1,1,1 4个1 然后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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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3,3,3 一直都一推 然后下面这个变1234 1234 OK 所以这个其实是已经有点 我在云端白板上面我有放啦 其实你可以透过两个函数啦 不过这个函数可能还需要搭配有一个函数叫做 这个我底下这边有 就是如果你要再把它合并回来 就是你变成要配合一个叫Mod的函数 MOD 跟用RAW函数 还有RINT函数 哇 那其实相较之下 并占不了优势啦 所以如果我假设了 我今天呢要用什么 用VBA来完成 好像变比较简单 那VBA我大概试一下 这个程式按下去 他就把这边的资料全部列在这里 像这样子 那理论上 程式呢 基本上就只有 这个一个回圈 然后再加资料 其实理论上应该只有三行而已 清除这个我没写 我就直接手动清掉 好 那我要怎么样把它合并回来 这个这个的话呢 当然 顺便再教各位一个写法 就是如果我要把某个范围里面的 资料 逐一逐一的抓出来 而且逐一是指的是 由左到右 一列完之后换下一个 如果你的顺序是这样的话 那其实你可以用 另外一个回圈方 叫for each的方式来写 什么叫for each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其实还蛮好用的 以后如果你们 只要是一个范围的话 那我们都通通可以用 类似的方法来完成 那首先的话呢 一样 我们建立一个sub叫 合并为单列 单栏好了 合并 或者叫合并也可以 然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如果要把这个范围里面的资料 一个一个的抓过来的话 那我们最重要的部分呢 就是写一个什么 这个我先 这个先把它delete掉 好 这个地方的话写的for回圈比较特殊 以前我们是for i 等于多少 或for j 等于多少 那这里的话如果是一个范围的话 请记得以后就叫for each each的话是每一个 每一个后面加一个这个cell 这个是一个变数啦 这个变数的话你可以取别的名称也没关系 你可以叫c也没关系 反正呢 我的习惯是 意思说我要把什么 把后面加一个in for each cell in这个range 意思就是说 我要把这个范围 所以range的话是第二到g9 意思说 我要把这个范围里面的所有储存格 一个一个的帮我暂存到前面的这个变数里面 意思说把第一个先抓这个 抓到之后先放在哪里 放在sale里面 这是第一个 那下一个的话呢 他会放下一个 再下一个直到没有为止 ok他的原理原则大概是这样子 那所以呢我们基本上抓到资料呢 我要把它放在这里的话 那我可以写哪一个储存格 这个储存格 那当然我们一样 这个储存格呢 从哪一个 哪一列开始 sales 第二列 的i欄 ok 所以如果今天 当然现在执行的话 他会变成就是 最后留下最后一个资料 ok 那所以呢 我假如说呢 我希望让他放一个之后 换下一个下一个 这个跟前面一样 那你可以怎么样 你可以用一个k 这个k的话呢 预设值一样 就是说从哪一列开始放 从第二列开始放 然后呢 就把这个k的值呢 一样放在 他的这个列的位置 底下的话 一样就k等于k加1 所以你会发现k等于k加1 还蛮好用的 然后把它执行一下 ok 那你会发现k这个时候的话呢 他就会一个 一个 一个的帮你往下放 ok 类似像这样子 通通都 放到底下 但是这边跟各位讲一下 可能会发生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因为 因为我刚刚这个 有把这个格式 我把它用全部清楚 就是如果呢 我今天把日期格式放过来的话 是经过VBA 它会把它打成圆形 也就是它原来里面 是什么格式 它就会变成是 什么格式 里面原始的 就是一个数字 就有点像变成 这个它里面的数字 所以这个我看一下 类似像这样子 因为我刚刚把格式清掉 也就是说 如果经过VBA 把资料放过来的话 它会把什么 把它这个里面的圆形 放过来 不会自动去加上什么 加上它的那个日期格式 那主要原因是因为 理论上我们敲的时候 它把它当文字 它会判断有没有斜线 ok 如果丢的时候呢 去圆形 所以怎么办呢 这个地方 我就想了一个方法 也就是说 如果呢 假如我今天放的资料 假如是一个日期的话 那我就把它格式化成 这个什么呢 日期格式 那怎么写 其实我只要在这个下面一行 多写一个什么呢 判断式 这个也不复杂 你们可以在云端白板上面的 第八页的地方找到 判断是否为日期 就这个就可以 那我只要怎么样 我只要把这个复制一下 我直接拿这个来 如果VPA里面的日期 OK 用一个函数叫Isday做判断 所以把它放在这里 判断的话呢 就放在这个回圈里面 如果我取得的这个资料 所以这边我用VPA点Isday 当然VPA点这个不加也没关系 判断说它如果今天假如丢过来的是一个日期 OK 如果这个为True的时候呢 那我就把那个储存格里面的格式 变成是这个格式 OK 所以如果以后你想要把某个储存格格式化成 像这种 YYYY 斜线M斜线D 像这样标准格式的话 那就写成 知道吗 Lumper Format Local 用这个属性丢这一个 有点像你按滑鼠右键 储存格格式 里面的话 这个制定里面就这样 就类似像这样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出生格 改成是日期格式 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把它设个中断点好了 我这边 假设我不确定说这对不对的话 那我可以让它跑 那我再重新清除 跟这样 这个清掉一下 Ctrl 向下 然后让它Run一下 执行 这个 那资料在合并 然后我这边执行这一段 现在的话呢 它丢过来的日期 实际上就是丢这一个 它把这个丢过来 那丢过来的话呢 在VBA里面 它会打成圆形 也就是没有格式 那怎么办 我先判断一下 所以这一行我设个中断 那我判断说 它这里面是不是一个日期 所以外面用一个逻辑判断 是不是啊 是不是 所以这个里面判断应该 它里面是一个日期 所以得到的结果应该是为True 所以进到里面把它格式化 所以经过这一行 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按F8 格式化了 它就把它格式 也就是当它里面的资料是日期的话 它就格式 那它当不是的话 那就不格式 所以执行一下 它全部执行完毕的话 这样子 各位可以看到 就会是我们要的结果 日期 这个日期 没问题 其实它原来是数字 它就保持原来是数字 如果是文字的话 一定是靠左对齐 数字的话一定是靠右对齐 当然如果你希望它全部自中 你再加一个自中的叙述 这样也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把这边再合并成为单栏 这里的话我们多学一个叫for each sale in某个范围 把资料逐一逐一的抓过来 再利用isday判断 它是不是一个日期 如果是的话呢 就格式化 格式化用这个方法 那理论上以后 这个number format local 后面这一串 其实你可以从这边去取得 按右键储存的格式制定 也就可以把这个 直接复制到双述号里面 其实两边都可以相通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把刚刚的这个多栏 再把它合并为单栏 OK试试看 这一题如果做完的话 待会我们再来看那个326 所以待会如果有时间的话 那请各位再把那个 练习题里面的那个326 打开来 这一题其实也蛮单纯的 其实就是上面有个清单 当我清单希望得到哪一个班级的资料 它就自动帮我把这边来源资料 等那个上面的班级资料 扣到下面这个范围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比较简单 请各位先试试看 把刚刚的这个 这一题先完成 好